晚安 您好 歡迎收看2100整點新聞 我是林佩潔 晚間最新消息 趕快帶您來關心 藝人龍少華金船昏倒送醫不治 龍少華近日在高雄拍新的八點檔作品 住在高雄85大樓的日足套房 今天晚間 劇組人員發現聯繫不上他 打電話都沒人接聽 擔心發生意外 趕緊前往他的住的套房來查看 赫然發現龍少華已經昏迷 連忙報案將他送醫 而救護人抵達時候 他已經失去了生命跡象 緊急送往附近的阮綜合醫院來急救 自身藝人 龍少華出道了42年 演出多部經典的八點檔 2019年10月 龍少華演出大愛電視劇 菜頭梗的滋味 飾演紅絲條一角 一局獲得了第54屆金鐘獎 最佳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他海派幽默的性格 也成為了個人招牌 沒想到我卻在今天 金傳昏倒緊急送醫的消息 只不過在救護人員抵達時 就已經失去了生命跡象 而稍早也證實了他的死訊 是在晚間8點09分過世 享受68歲 突如其來的離開也帶給影迷們無限的遺憾 是在罷尿兔的罷尿